大家好 今天是12月8日 今天的市場仍在乎升升跌跌之間 是大升之後的一個是回調的整股 看上升的板塊 銀行是在這裏的 所謂降準有益於銀行 似乎又不是很益的 在這點裏 大家可以看到所謂的降準 究竟有什麼東西這麼準 再其次 我們看到上升的板塊裏 電機等等這件事 沒有了地產 只是有汽車而已